主席主席同仁 现在的内阁的首长 首相或者是自民党 他们对于钓鱼台的态度 似乎都去坚定 非常强硬 在这种情况下 作为一个驻日代表呢 您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去化解或者是去突破 他们的这样子的一个 政治上的僵局 我想我在东京 应该扮演一个沟通者的角色 能够把我们的立场 像日本未来一段时间 政经局势发展 重要的人士 能够做妥作说明 希望能够加强 他们对我们立场的了解 他现在的政治氛围 显然已经是 其实说已经陷入一种僵局 双方彼此都在看谁是懦夫 但是没有人敢当懦夫 特别是政局在变动的时候 我知道你的工作是很辛苦的 但是这样子一个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除了你刚刚讲的沟通以外 你还有什么办法 因为我看到你提出的这些抗议等等 日方也不会去太理会你 李委员 谢谢李委员 这个关心东京方面的工作 事实上呢 我们也注意到就是说 单从媒体来看呢 事实上也有其他的声音 在日本那边逐渐的显现出来 所以当然各个国家 他有国内情势上的这种考量的需要 那也有一些氛围的存在 不过我们总是希望就是说 区域的紧张形势 能够借由冷静的这个对待 来妥加处理 所以我要报告了就是说 日本还是一个民主社会 这个我们看 希望能够整体去看他这个社会 对待一个事情的各种可能的态度 这样子 现在就是说 刚刚也很多委员都直询到 我为什么说 他的政治氛围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的娱权谈判 是有可能开启的吗 我想开启是重要的 但是另外一个重要的 就是说 我们是希望能够有具体的进展 那过去的几次渔业会谈 进展非常有限 虽然这个逐渐的 我们在这个 占定执法县以西这个海域啊 作业被作业渔船被扣押的情形 已经近乎没有了 但是干脑的情形还是存在 那这些我们移民感受深刻的事情 还是要拿出来处理 那在这一方面 我们对日本的这种 就是说我们的arguments 就是说 希望你们能够了解到 就是说 这个东西必须要体会到 就是说 区域里面有争议 大家来针对这个争议 来加以割制以后 能够坦诚的来讨论 双方切身 实质的这些事项 这个是我所担心的 主权的争议 导致了渝权本身 也可能没有办法来开启 那马总统所谓的东海和平倡议 他所要开放的这样子的一个 共同这种使用这里的资源的这种 这种所谓的愿景好了 他可能吗 连个鱼权都不太可能 报告李委员 一个概念的提出到这个具体的实行 总是要一段时间的酝酿 那我不敢讲 就是说过去的几个礼拜的时间 就已经取得了这个显著的进展 不过有进展也是实行 东海和平倡议在日本各界 受到某种程度的这个注意 这个也是值得令人注意的一个现象 包括他们外向的一些初步的反应 比如说8月7号 包括9月13号 日本交流协会在台北的事务所发布的声明 重塑了全业外向的这个 认为为了东海的这个和平 合作的这个考量是有必要的 像这些状况的发生 还有日本民间声音的出来 我想我们也必须要总体的来加以看待 来加以考量 未来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会加强 因为的确 也许有争议的情况之下 大家还是要谈判对话 那我们总是要促成这个氛围的这个产生 我是相对悲观的 虽然我们也知道 日本交流协会也表态了 身为这个钓鱼台问题 领土的主权问题 可以留在一百年两百年解决 他们也认为 现在应该谈 说进行渔业谈判 但是从过去的这些渔业谈判的 这些记录显示 对于钓鱼台十二海里的零海问题 以及两百海里的经济海域问题 双方完全没有交集啊 完全没有交集 连我们要成立一个台日的渔业工作小组 他们都不甩啊 所以连个事务性的问题都没有办法接受 我不晓得我们可以谈什么 但是我向您报告 在一九七零年民国五十九年的十月的时候 我们政府就已经宣布 台湾海峡向北至北纬二十三十二度的五个海域矿区 这个都是属于我们的经济的领域 海域的领域啊 我们还曾经在派有巡逻 海巡署的这个船舰巡逻那些矿区啊 那些矿区现在是什么 春晓油田 贫湖油区啊 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早就在那边开采了 已经合作开采的时候 我们在这边怎么样 还在这边叫东海和平倡议 资源共享 怎么可能呢 我们 但是我刚 我想这个是一个就是说 我们真正的长远的目标是所有的资源 那它第一步 第一步是海域的这个所谓的渔权 结果我们连渔权都做不到 我想请 谢谢你这个 其实代表这很辛苦 我也理解了 谢谢李会 渔月署的署长 请问您 可不可以请渔月署署长 谢谢 请沙署长 是李会 渔月谈判 你扮演什么角色 我们署里面的代表是担任主谈的 主谈人 对 那你认为 现在所有的策略都已经 蓝图规划都已经做好了吗 谈判策略都做好了吗 万一日本瞬间开放的时候 我们可以谈 可以把所有该想讲的 该想做的东西都安排好了吗 我想我们都准备好了 那最大的原则就是 我们的这个主权争议要搁置 那渔月能够的作业不受到干扰 这是最大的一个原则 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这个 我们会朝这方面来努力 你过去有没有谈判过经验 有没有谈判的经验 有 有经验 哪些经验 我出席过很多国际会议的代表 因为我们渔月 那跟日本谈判 你没谈判过 跟日本谈判我最早的五次 大概是我那时候还在渔月处的时候 当副处长的时候 是我 有没有谈判 有 有 你觉得日本人好谈吗 我想大家 一开始大家当然会双方各自主张 自己主权还是自己的了 但是如果这样下去就没有交集可谈 那所以到最后我们就会谈到说 怎么样让现在作业的船可以能够顺利的作业 而不会影响到双方的各自的立场 我们现在一般的渔船可不可以无害通过 无害通过可以 可以 尤其十六次谈了以后 以前在十五次的时候 曾经发生有无害通过被要求登检 那十六次谈判以后 重点之一就是说 无害通过他们日方必须要尊重我们的 所以无害通过可以了 但是在那边捕鱼是不行的 在那边捕鱼的话就变成有争议 所以你可以看到还是很困难吗 你什么时候可以开始 我们期望你跟他谈的时候 因为代表只是布置一个环境 谈判还是你们要谈 你们把该做好的准备工作做好来 好不好 是 好谢谢